欢迎来到Andy慢慢说 今天我们要谈一下被美国封杀的华为前景会过头 第一个问题 华为国外手机运动会有什么影响 安卓生态系统已经非常成熟 唯一可以竞争的就是苹果 但是苹果的份额其实也是原小于安卓系统 YouTube、Gmail、Google地图、Google应用商店 这些应用几乎没有可否提的替代品 这些应用的重要性其实类似于微信对中国用户的重要性 无可提的 华为手机却有很多的替代品 完全不用为了华为而放弃YouTube、Gmail、Google地图等服务 而华为海外销量算到总销量的40%多 毫无疑问 这一部分销量将会很快萎缩 第二,华为的自主操作系统有没有可能战胜安卓呢 改善太低 因为这个手机应用生态系统已经进行了非常充分与成熟 2017年底,Google的应用商店的应用总量就已经达到360万元 华为如果推出自己的手机操作系统 这个技术难度不大 但是第三方软件开发商不愿意在华为的操作系统上开发应用 因为以新系统的应用规模不够 华为重新搞自己的生态系统的难度难于上新天 除非出现革命性的创新 我们目前还看不到华为有这样一个绩效 第三,国内市场是不是可以支撑华为一段时间 我觉得可以 可以支撑到华为收回所有海外存货 并改成中国大陆版 以及消耗掉华为所有的芯片铺存为止 此后,华为将无法继续生产手机 第四,备胎计划有用吗 所谓备胎计划其实前景不妙 如果有备胎早就要用上 为什么所在保险贵律呢 大概是因为技术不成熟,不先进或者成本太高 华为如果敢于拿这种不成熟的备胎推向市场 在今天这样极业的市场竞争环境 三星等其他手机厂商将会很快占领华为留下的市场空白 不可给华为的备胎留下任何机会 第五,Google和美国新链厂商会损失去当面 短期看有损失,长期看损失有限 手机还是要用不稳 中国有句俗话 少了张图夫就要吃带毛的肉吗 不会的 华为的推出会有其他竞争者替代 替代者比如三星还是会采用安卓系统 他们会增大对美国芯片的采购 YouTube会撞到三星上去 Google的损失非常有限 美国芯片企业的损失也同样有限 第六,对中国其他手机厂商有什么影响 国外消费者吃了这次灰火会影响起购买中国其他品牌的手机 因为没有必要冒这个风险,钱是自己的 昨天就已经有报道,华为海外的手机零售店已经门口夺却 我相信华为留下的市场空白将主要由三星填补上 国内其他手机品牌市场份额 雾身玩家 第七,华为国内销售会有影响吗? 有的,国内用户其实也有很大比例依赖YouTube、Gmail 我本人就是这样 上网必翻墙,翻墙必上YouTube 往往这一类经常翻墙的用户是影响的用户 这一类用户的意见 往往左右身边朋友购买手机的决策 身边朋友往往主动咨询这一类用户 国家的用户有多少呢?我估计有百分之十以上 人数不是太多,但是影响周边人对手机的认识 却是比其他人大得多 因为这一部分人,资讯获得渠道更广泛 看起来更权威,基于以上几条 我的判断是,如果对华为的封杀印不解除 华为一年内会破产 购买华为系股票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投资风险 美国会不会像上次中兴事件一样解除对华为的封杀呢? 请上YouTube搜索Andy慢慢说 观看我下一期视频的分析 我们下期视频的分析